各位小朋友,又到了厨师斗志式的时间啦 今天继续由我Terry哥哥介绍厨师斗志式 今天的主题是火锅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锅先 还要准备汤底呀 咦?咦?我是不是搞错了些东西呀? 欢迎来到Terry哥哥音乐斗志式 这件?这件当然不是火锅用的锅啦 它其实是一件乐器来的 不信?大家不如一起听一下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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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乐器叫做手碟 形状好像一只飞碟 我就觉得它的形状 真的好像火锅用的锅 或者厨师用的锅一样 Terry哥哥第一次见到这件乐器的时候 真的以为有人在准备吃火锅的 手碟是一种近年设计的乐器 它只有20岁 不止小提琴 已经是超过400岁的老伯伯了 一般的手碟 顶部中间有一个凸出来的点 四围就分布着有七个 八个或者九个凸进去的点 原来每个点就好像钢琴的一个琴键一样 有不同的音的 手碟的底部有个孔 可以用来调音 演奏的时候 将手碟放在大腿上面 用手掌 手心 或者手指去拍打 有人说 手碟的声音 好像天使一样那么好听 你觉得是不是呢 你喜不喜欢它的声音 原来 每个手碟都是人手制造的 所以很珍贵 一个手碟的价钱 都要超过一万元那么多 一万元就是多少钱 就是差不多一千杯雪糕的价钱 但是是不是很多钱呢 到了今天 手碟的发明者 都仍然继续的去设计 继续的希望可以去制造更好听的手碟 究竟未来的手碟会是什么样的呢 会不会变成一杯雪糕的形状呢 是就好了